我們今次的主題就是 《神擁抱我享受》 這個主題在很多人來說 覺得好像很遙遠、很虛空 就是說神擁抱的 怎麼擁抱呢? 神怎麼擁抱呢? 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位 《擁抱先知》 《擁抱先知》 他先知是說很多次擁抱的 是誰呢? 稍後揭曉一下 稍後揭曉你會記得 《擁抱先知》到底是誰呢? 如果大家知道的 你知道經文 你就知道是誰了 大家先在想 然後我首先介紹 《神聖情查經法》和《神聖情講道法》 我很感謝神 這個《講道法》和《查經法》 目的是什麼? 讓人看到神的聖情美好 祂的本性、屬性的美好 用一個比喻 這個有多少個媽媽和你的孩子 積過冷衣的? 有多少個? 這裡沒有 生了孩子就有 積冷衣就沒有 積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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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冷衣就很用心 看到她的褲子 你就去找冷衣 找款式 積了 然後積到合身 就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試過 其實我太婆那時沒有試身 我太婆那時很小 我還記得有一件冷衣 我穿那時很小 因為我太太離世 不是我太婆 說了 我太婆離世 大約是 我七歲那時左右 那時我小時候有一件冷衣 就是有很多種顏色 因為它只剩下冷衣 雖然是冷衣 不然冷衣 老早就已經沒有了 如果有的話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紀念品 就是說 很多時候 子女看到父母積的冷衣 是未必很感激的 但是父母的媽媽積 其實是用了很多心思 即是她用的心思 那個子女看到多少呢 可能看到百分之一 或者十分之一已經很厲害了 很少說媽媽 你何時開始會想到 我越少了冷衣 你何時開始去找冷衣 買什麼冷衣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買什麼冷衣 適合我 什麼款式 你又一直量度 原來這麼多次量度 你積完冷衣 我穿的時候 你有多開心 很少兒女會跟父母這樣說 即是她想不到父母的心 我很感謝神 我經歷神 第一 我在神學院學 分辨律法和福音 她那時是分辨律法和福音 我現在是將它擴闊為恩典 那時我很深刻印象 說到耶穌的義婆 我身上好像耶穌那麼美麗 那時我是很歡喜的 因為我在教會 沒有聽過這篇道 那個教導的時候 我很歡喜 原來神可以這麼喜歡我們 這麼開心的 是令到我 以後講聖經很多時候 那時我未經歷聖年充滿 都已經時時講神幾好 而當我經歷神的愛 聖年充滿的時候 我更加聖經 講神的好 所以我越發掘神的好 我就越喜歡神 就有這個神屬性講道法 就是講出祂的聖情 我又用另一個比喻 媽媽懷胎 這裡有幾個是生過嬰兒的媽媽 這裡有幾個 哇 很多個 是不是 哇 很多心機 首先懷胎十個月 又要小心不要吃什麼 不要操勞 不要碰到牠 不要跌到牠 走路越怎樣 我相信你 尤其到孩子越大的時候 我相信你更加要小心 好了 到了生的時候 是很痛苦的 這裡有一幅圖 我自己上網也看過 有拍到那個媽媽怎麼喊 喊得很盡 喊得很盡 是很痛苦的 但是一孩子出生 她就馬上開心了 因為那時她已經 雖然她身是痛苦 但是她好像忘記了我的痛苦 她只是很充滿開心 然後生了嬰兒就不是完 生了嬰兒就要餵奶 看看牠有什麼事 很多問題 健康問題 嬰兒通常都容易生病 又要教養牠 為什麼教牠乖 後來要教牠讀書 牠又不聽話 其實父母在兒女身上做很多功夫 兒女有幾個會說 媽媽,那時我 我小時候是否很頑皮 我小時候 我有沒有賴尿賴屎 你怎麼給我洗的 很少問這些 很少明白 她媽媽用過多少心機 她爸爸用過多少心機 同樣我們對神 其實我們想了多少呢 這就是令到我去想 而當我們想的時候 那位老師的傳導人 他就收到神的聲音 這個教導是很重要 他說這個教導是會影響很多很多教會 我聽到我都很感謝神 而且神感動他一定要學 他說神要叫他兩年 要學兩年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學 是很難學的 不容易學的 我希望你們用心機學 可以學到 應用出來 你整個生命會提升 因為你會看到神的尾線 為什麼神那麼喜歡這個講導法呢 因為他會讓人看到神的美麗 他的美善 神的美好 你會很喜歡神 我很喜歡神 因為我什麼事都看到神的美好 我們欣賞父母很多東西 養育、供應、教導、照顧、付出感情 真的有感情 父母有感情 你有開心對他 你有什麼欣賞他 他真的開心得不得了 或者你令他失望 他又很傷心的 我相信這裏中間的父母都會感受過這些 我想感受傷心多些 感受開心是會有的 但是那個子女越乖 他就越感受到開心了 好了 聖經是說叫我們去 能夠和神的聖情有份 即是說 不只是說人要做什麼 很多人把基督教變成你要做什麼 是律法式的教導 律法沒有錯 聖經說到律法是好的 不過我們傳說是否只是傳說你要做什麼 你要愛神 你要侍奉神 你要祈禱 你要離開罪 你要侍奉神 是否正是叫我們做這些事 聖經說到最重要的是我們宣揚神 這裏講到神 他又將一個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叫我們脫離世上從情欲離敗壞 就得與神聖情 神的聖情有份 與神的聖情有份 即是我們本身都有神的聖情 我們明白他的聖情 並且 給他的愛 他的聖情 他的愛 他的憐 他的關心 摺立 他的那種廣闊的心 都能夠明白 然後能夠活出那種聖情 心裏面充滿憐 這樣的時候 神是歡喜的 神想我們不要只是 知道神愛世人 神救世人 很多人都知道耶穌愛世人 但沒有想到耶穌付出多大的愛 其實他的痛苦是很大的 他被人鞭打是很痛苦的 他是被人委屈 是很大的委屈 但耶穌並沒有因此而放棄 耶穌並沒有因此而放棄 我嚇壞了 你們都不接受我 我不釘十字架 我下來了 我走了 耶穌是沒有這樣的 甚至他的門徒 耶穌要否認 即是彼得要否認耶穌 耶穌沒有說 你也否認我 那我還為甚麼 為你釘十字架 耶穌是沒有這樣的 其實他很接立 每一個人 關心他們 所以我們應該是 活出神的聖情 也明白神的聖情 也宣講神的聖情 還有神的美德 你們是被選擇的 族類有君尊的 祭司聖經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我們很特別的 神特別選擇 譬如你在上學 有沒有被老師選擇做班長 有沒有試過 有人被選擇做班長 或者選擇在學校做代表 有沒有人試過 有幾個試過 有兩個試過 那就是主要說 這個是好事 你會開心的 選擇了你 你做班長 你會開心的 神選擇我們做世界的班長 我們這個選擇的族類 是君尊的 好像黃那樣的君尊的祭司 是聖結的國度 不是烏尉的國度 是屬於神的子民 叫我們宣揚 叫我們的目的是甚麼呢 能夠去宣講 召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 這個很長的說話是甚麼呢 其實一個字就是神 一個字就是神 神做甚麼呢 就是召我們出黑暗 進入這個奇妙很奇妙的光明 不只是大光燈 是很奇妙的光明 這一位的神 他的美德 美德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他詩恩的作為 詩恩祝福我們 以及他的恩典 這個就是宣講神的恩典 他的美好的事情 上面說的是他的聖情 他的屬性 他的本性 原來神是叫我們去宣揚他的美德 不是宣揚你要做甚麼 很多人就把基督教變成 你要做甚麼 你要做甚麼 這樣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人人就變成了 把基督教變成一個 要做甚麼 要做甚麼 是有一種壓力的 其實基督教不只是做甚麼 是有位神很好的 會擁抱我們 我們可以享受的 還有《腓勒比斯》一章二十節 那裡說 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顯大 耶穌在我身上 照常顯大 我們不只是說叫人做甚麼 是讓人看到耶穌在生命之中 還有我們活著的 不再是基督在我身上活著 是耶穌活著在裡面 耶穌彰顯出來 所以我們是宣揚耶穌 讓我們活出耶穌的 也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讓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我們就為眾人死 我們就叫那些活著的人 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所以這個就是 神呼召我們 去被神的愛激勵 是被愛激勵的 然後去遵從神的 看看先 我想有個圖 我先用這個圖解釋 在生活中戀愛 這裡有些人經歷過戀愛 有些人可能未經歷過戀愛 有些人經歷過結婚 但是沒有戀愛 沒有什麼好心的愛 如果一個人在恩典推動 就好像相愛 戀愛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 如果你有經歷過戀愛 就是很深的愛的時候 你會怎樣 你會很想找機會跟他聊天 你會很想見到他 你會見到他很開心 被恩典推動 就好像在被愛的狀態 就是兩個人相愛 享受對方 喜歡跟對方一起 即是說的電話可以很長 很樂意幫助對方 對方有些人喜歡 立即跟他買 讓他開心 令到對方歡喜 又會盡責做到應該做的事 就會開心 有個人愛我 我又愛他 很開心 就是戀愛中的人 是很開心的 不過很多人結婚 就不是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我太太也問我很多次 為什麼那些人追求的時候 這麼熱愛 為什麼結婚會沒有熱愛呢 因為在結婚之後 是很多實際的生活 實際的生活 要洗衣服 要浪衫 要洗碗 要乾淨 要臭寶寶 要掃地 要做很多事情 做的時候 會甩漏 甩漏 甩漏的時候 有很多怪責 你洗碗洗得這麼髒 又忘記洗碗 又忘記倒垃圾 在昨晚的垃圾 流到今早 都臭了 很多這些說話 就變成要求 戀愛的時候 很多人喜歡 看到你很開心 有時候沒有說 但表情已經開心了 如果大家試過戀愛 你就知道 看到對方出現的時候 你又笑他又笑 而且從心裡笑出來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經歷 從心裡喜歡出來 這個經歷是很不同 在一個婚姻裡面 整天都呆呆呆 開始忘記了那些因典 就變成了整天都是律法 為什麼呢 人很多時候長大 從小到大 都是律法 你要乖 你要聽話 你要做什麼 你沒有做就沒有人疼你 沒有人喜歡你 你不乖 你就罰你沒得吃飯 罰你什麼 這就是律法的社會長大 所以在長大的時候 就變成了律法 很多人相信耶穌應該是因典 但他們都用回律法的一套 你悔改信耶穌 耶穌接立你 射面你 這就是因典 不過之後你要開始祈禱 這是沒有錯的 你要祈禱 你要看聖經 你要悔改 問題就是 這個動力是因典 還是律法 如果你只是律法 那就很慘 耶穌救你 不過你一輩子 就是做奴隸 你要很辛苦 很辛苦地侍奉神 如果你一輩子都是這樣 你根本覺得 只是一種責任 但我們享受神又不同 神歡喜 我做什麼是對的 神都歡喜 那種的生命 是會很不同的 如果在恩典推動 又會很欣賞對方 但在律法之下 怎樣呢? 看不到對我好 有時候我問他 他找我輔導 多數都是太太 因為太太求助比較多 我老公又不聽我的說話 又不關心我 又什麼什麼 我就問他 那你老公有沒有好? 有 有沒有賺錢? 也有的 有些沒有,有些有的 有的 有沒有做好事?有 有 有時聽你說有 有些不好 他就會注目在不好的地方 就是很多律法之下的關係 就是經常看不好的 有時侍奉神都會這樣 那些教友有沒有好?有 不過總是看到他 又不爛不義 又不聽話 又不看聖經 又不熟悉聖經 只看到這些 有沒有看到他 其實也有乖 有改變 是應該在那些地方 感謝神來鼓勵他 那些教友 是否有好 神在你身上做工 這一點很重要 神在你身上做工 所以你會聽話 所以會改變 神在你身上 在你身中 感動你 所以你會在那個 磁力共振的洞裡 你會呼求神 就是因為神感動你 神做了很多工作 你回應他 神就很歡喜 神就祝福你 這樣便會激勵人 就不是說 有些人會這樣說 你不要只在那時候 祈禱 你沒事的時候 你也要祈禱 現在出律法了 你不要只在 磁力共振的時候 祈禱 你出來也要祈禱 你沒事沒有說 也要祈禱 你治療後也要祈禱 就變成了責任 但是你欣賞他 你那時候會祈禱 神做工 你多好 你看神會做這麼好的事 你越聽話 神就越做多的事 這就是因典推動 這個教導 我自己領受 我都覺得是很好 我自己覺得不配 神就感謝你 將這個教導給我 神特別安排我 去這個神學院 是很特別很特別的 那個情況是非常特別的 才能夠去到這個神學院 其實當時來講 神感動我 第一個太太 她已經適勞歸主 是感動我 其實當時來講 是有其他可能的 選擇的對象 但我不知為何 就好像其他人 看到的對象 其實有些質素是很好的 但我好像啞口無言 不懂得跟她說話 但跟我太太 第一個太太 不知為何 關係一直盡心 其實當時是有困難 但神是安排我能夠 去到這個神學院 是因為她的姐姐的緣故 而安排到這些一切的事 這就是神的安排 讓我有機會去到 學到這個平衡 律法和福音 而後來擴展做平衡 恩典和律法 在恩典推動 就容易遙書 她有軟弱 不要緊的 她有很多好處 她會改變的 我們接納她 她會改變的 但在律法推動之下 就會說 你也不祈禱 你也不倚靠神 神正在佛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人們會這樣說 你知道神在管教你 你不聽話嗎 神現在管教你 你要悔改 快點悔改 這些總是律法的說話 其實當有人受苦的時候 我們不要說神正在管教你 因為這句說話 並不會建立她 而是說 你拔著耶穌 耶穌就歡喜 耶穌關心你 這個說話的方式 大家要留意一下 律法的說話 你有犯過甚麼罪 神正在管教你 你要悔改 你不悔改 神還要多罰 是批判 甚至加上恐嚇 你不再犯 你再不悔改 神罰你更重 是很重的 這些說話很重 任何人聽到都很重 但恩典的說話是甚麼 神在你身上做功 做了多少功 說多些神 神在人身上做了甚麼美事 這就是恩典 神如何幫你 神如何加力給你 神如何更新你 神如何提升你 可以聽到神的聲音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為你多謝神 這就是歡喜 歡喜神的工作 這樣會鼓勵人更容易 好過批判 你對兒子也是 你沒有用 你將來就做乞丐 你生叉燒 更好生理 這些說話 它不會變成 一塊聰明叉燒 它不會變成一塊聰明叉燒 它不會變成一塊聰明叉燒 它會變成一塊蠢叉燒 所以這些說話 是不應該出口的 這就是給恩典推動 和律法推動的分別 你發現聖經有很多應許 經常都說 你聽神的話 遵從神的人 你有福了 你是建造在這個盆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 都不能撞倒這個房子 還有你做在一個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你就不能不得上節 這些都是說到很多應許 凡是償在我裡面 我就償在你裡面 就多結果子 其實很多人悔改 悔改是乖乖 是未必的 但是天上也為祂歡喜 天上不會說 你悔改一件罪 你還有很多罪未悔改 你還未改完 其實神可以這麼說 你還有很多罪未改完 但是神不會這麼說 神還會說 你悔改一件罪 你一樣罪悔改 我已經很開心 這就是神 雖然看到我們很多不好的事情 其實每個人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是不是這個人都乖乖了 其實不是 還未乖 但是神也歡喜 這就是神的特色 人的特色是甚麼 看到你還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就看那些不好的事情 就算你有很多好的 他就看不到好 看到不好 神就是 你就算有不好 你一改 他就喜歡 因為他知道你有潛質 你會繼續改下去 這就是恩典推動 都在聖經裡面 常常用這個方法 我就多謝神 其實我現在這個時候 和一年之前 兩年之前 三年之前 說這個神屬性 神聖情 我考慮覺得 用神聖情的廣道法 比較好 神聖情 查經法和廣道法 可能會更多人明白 之前說的和現在已經不同了 我多謝神了 讓我更加進步 我形容出來 是更加容易明白 而且 原來看到神的好 好像看到你父母的好 你會珍惜祂多些 看到你太太的好 會珍惜多些 看到人的好 看到教會的好 看到教友的好 看到弟兄姐妹的好 你會更加珍惜 我們有這個教會真是好 你和旁邊說 我們有這個教會真是好 我們有這個教會真是好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臨到我們身上 而不是說 還有很多人還未改 當然有些人還未改 當然自己還未改 我們沒有一個人改 有一個牌寫什麼呢 就是說 Be patient with me 對我忍耐一點 神還在改我 我還有很多東西需要改 好了 好了,我想講講《廣道法》或者《查經法》 簡單講講,這些內容不一定要寫為大綱 不過包含這些內容 首先會講到反面正面 例如講主要你起落 很多基督徒真的不太起落 基督徒應該起落 不過很多時候因為自己做得不夠好 仍然有犯罪、怨弱 所以仍然有很多不好的例子 教會是否充滿起落呢? 不是的,很多人都頗煩、頗受煩 然後《釋經》解釋到 譬如這個經文說到 原文不是靠主起落 是主中起落,在主中起落 第三就是神的屬性或聖情和恩典 神是怎樣?祂是喜落的神 祂不只是一個審判官 神有祂的公義 但神不只是一個審判官 祂是一個開心的神 所以盡來享受主人的快樂 有些人以為進去天堂 就看到神 嘖嘖嘖 你有甚麼不好? 你那時候不乖 你那時候應該做多一點 你做得這麼少 有些人以為神是這樣的 但你看到神會很驚訝 其實有些人上過天堂 耶穌那種接立的愛 祂說沒有人預備好的 那種愛湧過來是多好的 神的屬性是多好的 還有恩典 恩典是甚麼? 神造給我們的 神造給我們的 恩典的句子 前面有神 後面有我們 又祂做甚麼? 祂把新的聖情給我們 祂給我們一個新的聖情 會開心 祂將喜落給我們 有先有一個聖情 然後又喜落 然後又幫我們脫離的菌鎖 可以喜落 我們喜落的時候 祂又祝福 我們喜悅神 我們便喜落 祂就祝福了 然後也有提醒 我們不是說恩典 也只是說律法 提醒和警告 即是說你不跟從神的屬性 神的本性有甚麼後果 你經常都受煩 自己受苦 活得很不開心 又沒有力 又得不到神的力量 又不得到人的歡喜 受煩的人 通常都沒有甚麼朋友 就算有朋友 都是受煩的朋友 整群人都很苦 經常都是 嬰兒嬰兒的 喜落的人 會吸引喜落的人 亦會影響周圍的人喜落 所以活得受煩 有些人可以問問他 你現在這麼辛苦 你想不想繼續一輩子都是這樣 或是你喜歡開心一點 沒有人說 我喜歡受煩的 沒有人說我喜歡受煩 是有方法的 真的有方法 那如何 實際上怎樣 我通常都說 先處理垃圾 甚麼難阻你開心 然後如何親吟神得力 然後實際如何做法 實際如何做法 其中譬如說 從早到晚都想想神的好 而且一讚美神 神就歡喜了 所以我就可以開心了 這一點是很有效的一個方法 一讚美神 神就因我喜樂而歡呼 所以我又可以開心了 挑戰和討告就是 挑戰大家 今天開始開心 依靠神 數算神的恩典 想到神多喜歡你 所以開心了 用神的恩典推動 這個《茶經》也有用過 《茶經》怎樣呢 看經文看看我有沒有做到 為甚麼我做不到 從經文中有甚麼說到神的本性 神為我們做的事 有時那個經文未必有說過 但全本性也有說過 譬如說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這裡沒有說神的恩典 不過全本性也有說 因為神會祝福我們很多 你讓魔鬼留地步 祂就進來偷你的東西 即是神給我們封聖生命 不過你犯罪就讓魔鬼進來 所以從整本性的相反 魔鬼做的事 相反或是罪的做的事 相反 就可以是神的恩典 你就在經文看看 神的恩典和本性 以及祂怎樣幫助我們 祂裡面一定是充滿喜樂 所以我們親近祂 祂從福中又流出活水的光 就是這個活水的生命 這就是大約神聖誠 神聖誠廣道法 或者查經法的方法 我們這次用了一個經文 幾個經文 這個勇抱仙芝是誰 浦浦仙芝 他好像說浦浦是誰 以賽的仙芝 真的在聖經裡面 講到浦浦的經文 講到神浦的經文 是以賽所講的 我們一起讀 以賽書四十六章三節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如盛的 要聽我言 你們自從生下就夢我寶寶 自從出胎便夢我懷猜 直到你們年老我形成這樣 直到你們發白我形懷猜 我以造作也必寶寶 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你們將誰與我相比與我同等 可以與我比較 使我們相同呢 這個經文真的很美麗 我希望大家都記實 以賽書四十六章三至五節 這裡講到以色列家 有些人說我不是以色列人 但是聖經又講到 凡是信基督的信耶穌的 他們就是阿伯漢的後裔 阿伯漢的後裔 所以我們都是以色列家 是屬靈的以色列家 自從生下你們自從出生 就讓我保譜 就是神一直看著我們 其實我自己想回 我還沒信耶穌之前 有一次我踩老鼠尾 我不是故意去玩踩老鼠尾 而是在我住的宿舍 那個垃圾房那裏 那裏周圍是髒得不得了 而且燈壞了 我走過那裏有一次 我就穿拖鞋走 一走過一踩進一些東西 接著聽到一聲 接著就咬一下 接著摸一摸有血 當時我一點都沒有覺得 什麼大件事 當時我還是小時候 回到家也沒有告訴我的家人 就抹了血 有沒有事 如果這件事嚴重的話 如果你今天 你或者你的兒子 被老鼠咬到 我相信你一定去醫院檢查 有沒有什麼細菌進來 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可以很嚴重的 我覺得是神當時補充我的 他也曾經試過小時候 有一次我和我弟弟玩 他拿著一把剪刀 接著我剛剛撞上去 那個剪刀刺到我這裡 歪了一點 就已經刺了眼睛 神已經抱著我 照顧我 由我還未相信耶穌 祂已經看著我 還有一個經歷是很特別的 在我還未出生之前三天 我媽媽在夢中看到一個穿白衣服的人 向她顯現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神告訴她 她是很特別的 這也是我真的覺得 神啊你簡選我 還有多次宣教也有些人說 你未來到我已經發夢見到你了 還有這個偉老師 他也在聽到聖靈的聲音 叫他去看我如何服侍 叫我聚集的老師來一齊聽我的教導 這也是神的安排 神的補抱 重點是神也是補抱你們的 就像姐妹所說的情況 她幫了幾個人 但是神就喜悅 神就歡喜 所以我們每個都不要小看自己 就是說原來神做了很多好事 這個經文裡面有很多恩典 很多屬性 神的屬性是甚麼呢 祂是有親情的 祂是有感情的 祂是掛念人的 祂和長久的 祂不會幫你一下 應該又忘記了 應該又將來幫過 祂是一路由你出生 到你離世的日子 還有離世的天堂 一樣是祝福我們的 所以神是一個很持久 充滿恩典 充滿祝福的神 是一個很美善的神 然後祂的恩典是甚麼呢 祂就一路補抱 這個補抱是一個代表性的字眼 是一個代表 就是神如何照顧我們 照顧我們的需要 讓我們有機會 譬如我自己 就是神安排 雖然我家裡離婚 我父母離婚 不過有一個好處 其實離婚有不好處 就是家裡有很多吵架和打 然後我就發惡夢 然後就夢遊了 但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我父母再結婚之後 我叫他媽媽 他是夠兇的 他夠兇如何呢 他可以走上去公司那裏 跟老闆說給我出糧 因為他一出糧的錢 可以即晚全無書精光 他真的是夠兇 否則我們不能讀書 小時候不能讀書 他當時在馬會做工 馬會有一個好處 馬會有不好處 因為他經常賭錢 馬會有好處是他有他的小學 還有他有幫助我們讀書 即是我們讀中學都有一些助金 即是有一些幫助 用一個系統性的 是會肯定他的子女 是可以有機會讀書的 那我多謝天父 這都是神的安排 即是神的寶寶 讓我們能夠從小時候有機會讀書 一切的安排都是神的寶寶 神的照顧 這就是恩典 即是在我們身上 他做了很多的照顧、安排 保守我們平安 譬如我曾經試過差不多交通意外 在高速公路上有兵的 那裡在外國 那裡一直沒有兵 但是唯獨那裡有兵 一去到那裡的車就轉 轉去一條線 再去看這條線 然後跟著有個大貨車衝過 如果我稍微遲少 已經被大貨車撞扁了 這個真是神的安排寶寶 而且一直提升 我要造作 這個造作即是我創造 我要寶寶 我要懷寶 要拯救 將他一路拯救 幫助他提升 所以從這個經文 你可以跟別人說 神真的可以抱著你 我們祈禱可以感受到 神抱著我們 真是很平安 你祈禱讚美天父 你女兒 整個人鬆了 就是神的寶寶 當我們知道神這樣寶寶 我們照顧我們 是不是更有動力去親人神 和相信神的照顧 數一下自己有多少次被神幫助 其實神幫助我們很多 我們數一下數一下 神幫我這麼多 所以我可以放心 所以可以喜歡神 為甚麼我喜歡神 因為我經常數神的好處 我就是喜歡神 所以這個《茶經法》 這個《廣道法》 讓大家在甚麼經文都想想 他如何補助 如何幫助我們 提升我們 如何創造 如何拯救我們 我們就說 神啊 你的作為多奇妙 第五節說 你們將誰與我相比 你可以找誰 跟你一比較 你老闆行不行 你爸爸媽媽行不行 爸爸媽媽其實是 對我們最好的人 但是他有限 他不是全能 他亦有他的性格的限制 沒有人能夠相比 與我相等沒有人 可以與我比較 使我們相同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一個人 在世上能夠 從小到大照顧我們 所以我們重看 我們重看 我們從小到大 神如何照顧 我們相信神以後都會照顧 神以後都會保守 另外以賽書 又講寶寶 這裡又講寶寶 他必像牧人 我們一起讀 以賽書40章11節 他必像牧人 牧養自己的羊群 用綁備聚集羊羔抱在懷中 慢慢引導那羽養小羊的 即是他將羊羔的羊羔抱在懷中 聚集羊羔 首先聚集 然後慢慢引導那羽羊小羊 譬如媽媽帶著幾隻小羊 就帶著牠慢慢走 下面的解釋 牧養 即牧會建立我們的靈命和生命 我們有沒有發覺神一直牧養 那牧屬性 牧的本性是甚麼呢 神的本性就是牧有一種 一種照顧的生命 神有一個照顧的生命 例如通常來講媽媽比較照顧子女 比較多一點 爸爸比較脫漏一些 媽媽就有這個強烈的照顧的心 這就是神放在媽媽的心中 祂有這種照顧的心 神本身就是一種很強烈的照顧的心 祂會照顧我們 祂亦會聚集我們 祂有心關心我們 這個恩典 祂會將我們抱著 祂安慰我們 這個抱著也包括安慰 有時你會相信聖靈臨在 真是安慰你的心 祂又會引導你 帶領你如何侍奉 譬如我現在說到這兩個傳道人 都是神帶領他們 我多謝天父 又帶領我 配合在一起 也賜給我們能力去牧養人 去養人 神也會特別照顧 聚集 就是將我們聚集成一群 其實我們弟兄姊妹無論是這個群體 是別的教會 別的宗派 我們都是一體的 所以我們不要說 你和我相同不同 不要緊的 我們最重要是看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都是信靠耶穌做救主的 我們是跟從聖經的 我們就是合一的 我們就不用說 還有一些分別的 我們不用執著 因為最重要是 你是信聖經所說的神 是信靠耶穌做你的救主 跟從耶穌 跟從聖經的教導 你已經是屬於神的 雖然教導上是總有分別的 但這不是最重要的 又會懷抱 即是這個恩典 他很親切地照顧 這個關係 慢慢引導 那些羽養小羊 就是特別照顧的那些牧者 因為他們要帶著那些小羊 這也是神特別照顧的 這裡又有第三次經文說到抱 這就是宗教宗內六章十二節 我們一起讀 耶穌華如此說 我要使平安言及他 就是耶路撒冷 好象江河 使列國的榮耀言及他 如同將日的河 你們要從中享受 你們必蒙抱在勒旁 搖籠在膝上 母親怎樣安慰兒子 我就照樣安慰你們 你們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 你們漢見就心中快樂 你們的骨頭必得滋潤像亂草一樣 而且耶穌華的手 向他伯仁所行的必被人知道 這裡說到耶穌華說 我要使平安言及去耶路撒冷 好像江河來到那些平安 好像江河 有一首詩歌 I got peace like a river I got peace like a river 我有平安就江河 我有平安於江河 這首詩歌就說到平安 好像江河來到耶路撒冷 使列國的榮耀言及他 列國的榮耀 它成為列國的榮耀 好像將日的河 它的平安、它的榮耀是將日的 你們要從中享受 這裡主要說到耶路撒冷 在那裡出了救主出來 這個救主的救恩要祝福我們 我們從中享受 說到我們有這個天父那麼愛 我們擁抱我們 我們享受我們有這麼疼愛我們的天父 有些人可能你說 我爸爸媽媽都不太疼愛我 有些父母真的不太疼愛 但我們有一位天父那麼疼愛我們 我們就可以享受了 你有沒有享受神呢 有些人有 但有些人的確不懂得享受 這是需要學習的 即是神是一個可享受的神 你有沒有懂得有些人 你跟他一起享受的 有些人真的 你跟他一起享受的 有些人你跟他一起 好像有些折磨一樣 即是他說話是 嘔嘔嘔嘔沉沉沉 總是負面的 但是我們的神 你跟他一起享受的 你越親近的神 生命越享受的 還有你蒙抱在勒旁 即是抱在勒旁 抱著你 搖洞 如果你抱嬰兒 你都知道的 經常都搖搖搖搖她 這個不只是中國人做的 全世界都做的 這裡以色列人都做的 在膝蓋搖搖搖搖她 就像這個嬰兒一樣 這個媽媽抱著這個嬰兒一樣 母親如何安慰的兒子 我都照樣安慰你們 你都怎樣媽媽 通常我們說媽媽是安慰兒子 多很多的 你是因為耶路撒冷得到安慰了 你們看見就歡喜快樂 哇 我們在耶路撒冷 在耶穌得到安慰 我們就開心了 骨頭得以滋潤 好像亂草一樣 生命很豐富了 而且耶華手向他伯仁所做 必被人知道了 這裡也說到宣揚 神的美德 就是神向他的伯仁所做的事 他的恩典 他的平安喜樂愛 會被人知道 那怎樣被人知道 就是我們宣揚出來了 就是我們宣揚神的美德 這裡說到有神的什麼屬性 他是可享受的 他是一個可享受的神 不是一個 他是有嚴厲的一面 他在審判的時候嚴厲 但他不只是嚴厲 其實他的恩典是比他的嚴厲大 他是充滿愛是可享受的 他是很關懷 我們好像母親照顧孩子 那樣安慰我們 好像母親抱著寶寶那種關懷 原來我們的天父是有這種的恩怨 他也真的安慰我們 很多人都說在祈禱的時候 真的得到安慰 得到心靈的意慈 心靈的安慰 這真是神很大的禮物 他不只是救我們 耶穌為你死了 你現在信耶穌跟上耶穌 我現在上天堂休息一下 你自己搞定了 神就是這樣 是一輩子帶著我們 當我們不聽話 他也一直帶著我們 我很感謝神 讓我經常想到神的那種本性 讓我很欣賞 很喜歡 我真的覺得 神要給世代更多的教會學習 因為實在太多地方的教導 主要是你要做甚麼 是律法式的 是有恩典 但是很少說到神的美善 整個神裡面的美善 以及各方面的恩典 讓人看到原來神做這麼多好事 這麼美善的 所以我說的那個傳導 那個老師說 神叫他要將這個教導 傳給很多教會 他看到的異象 看到很多很多的教會 神要將它傳開 我多謝天父 是賜給我 不是我夠好 是神給我更好的 今次我們停在這裏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停在這裏 但是主要是甚麼呢 我們享受神的那種擁抱 你祈禱的時候覺得平安 享受一下 耶穌是很享受的 是舒服的 你祈禱的時候是舒服的 不是用刺刺你的 你祈禱的時候不是刺你的 是很享受的 是得力的 是開心的 是否美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既然神這麼好 我們就不要 失去這麼好的禮物 神既然超越所有世人的美好 我們就欣賞神 亦都願意大家 將這個教導傳開給更多人 將這個教導傳開給更多人學習 我以前就叫做 發揚神 屬性 講道法 我後來就 發揚神 聖情 講道法 後來就叫做 神 屬性 講道法 現在我還是轉去做 神 聖情 講道法 大家都可以去想想 原因呢 因為屬性太神學 有些人以為很神學 和很理論化 但其實你聽我說的時候 我不是只說出他的本性 我會講道讓人感受和享受和歡喜和被他改變 這就是一個目的 是訓練人能夠喜歡神、歡喜神 活出神的本性 活出神的本性 在這一陣子我們想大家站起來 享受神的擁抱你 好不好 在這一陣子祈禱的時候 一直浮生 著要想著耶穗 耶穗在愛國 擁抱我們 救难道 出神 烈青 尸神 萱生 愛 enforcement 私 猜 請 祈祝 祈祝 天 愛艋 manage 貿 breakfast sunflower nawet 你在想耶稣愛你 想耶稣安慰你 主耶稣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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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季高受我 享受一下,不要緊 神都喜樂而歡呼 我們喜樂也不是一個問題 喜樂是正常的 不要覺得是異常 是正常的 多謝耶稣 歡迎耶稣 你伸出的手,耶稣安慰我的心 醫治我一切的憂傷痛苦 將我們的痛苦拿走 我們的煩惱拿走 我們的不開心拿走 讓我們知道你真的在擁抱 你正在醫治我們 你陪伴我們 你時時補抱我們 從我們出胎 直到我們發白 你都一直照顧我們 神祢真美好 我們享受祢,我們多謝祢 我們有神萬事足 求主幫助我們 真的每天都享受神 每天都像小孩子 在母親的懷中 耶稣喜愛笑 是障礙我 我,我,我 耶稣喜愛笑 是障礙我 我,我,我 我笑是障礙我 在他身上座 耶稣喜愛笑 要求祢 像是障礙我 我,我,我 咳咳 inex vam Into notre spirit 让主的平安 临到我们身上 拿走我们的重担 叫我们轻轻松松 在这一阵 让所有重担拿走 哈利路亚 你试试 把重担叫出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开心 喜乐平安 轻轻松松 哈利路亚 有神万事终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真美好 耶稣真美好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 圣命阿门 他又黑了眼 有几个在这阵 你感觉到平安 兴散 安慰 喜乐 整理举手 有几个觉得 平安舒服 这个就是圣灵临在 平安 我们稍后祈祷 再有更大的平安 临到我们身上 求主保守我们 坚固我们信心 听耶稣说 亲爱耶稣 因为耶稣是一位 拥抱的神 哈利路亚 以赞亚是一个拥抱的先知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天父 神祝福我们 是从今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